谈点2022时大音乐事件 恋爱 三红 手撕黑幕全都有 快来看看你错过了哪些 第一件 刘更红发明的剑子操 七天涨粉一千万 直接让周董的本草纲目 再度爆火 引发全民跟跳 第二件 40岁的王心灵在浪姐表演爱你 再度爆火 炸出了一波王心灵男孩 第三件 时隔六年 周杰伦发新专引发全民关注 专辑上线一小时就销量破亿 直接冲上总榜第一 看清静往返 把你死的海浪 晴空下的夜晚 照片反顾点燃 如同花 第四件 李文首丝毫声音黑幕 网友拍手叫好 称其是真女王行为 这才是内娱活人 瞎了 大家都在看 老远 你给我一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七十三分的有第二次机会 八十八点三的没有第二次机会 老远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公道吗 你不说 所有人都会说 第五件 过气男团 零七一三 英雄力尖毫不留情的互损 成功出圈 迎来事业第二春 第六件 苏打略和前经纪人 争夺商标胜诉 拿回了使用二十多年的团名 时隔两年修团回归 恭喜苏打略 第七件 六十岁的刘德华开线上演唱会 引来三点五亿人观看 果然天王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啊 爱你一万年 爱你情的起考验 离人时间的局限 那天地狱的平面 静静静的想念 第八件 一向低调的许松 今年收获可不少 就上了一期的综艺 竟然还收获了一段恋爱 清明 清明雨上 清明雨上 第九件 第九件 在今年的卡塔尔世界 世界杯比赛中 中文歌响彻整个场馆 真是再次印证了 世界杯除了中国球队 所有的中国元素都去了 世界杯的现场 听到了苏打略的歌 第十件 王家尔在国外开演唱会 怒对反华媒体 喊话只要你来中国就知道这有多好 网友大赞 这才是明星走出去的意义 damn this is a dull place this is a dull place damn 好